你們不要殺害我們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你們不是應該在房間做練習嗎? 我看他走出來,我就跟著來看看 誰知他跌倒又倒死了一包薯片 再也哭了 他說的是不是真的? 同學,如果有人欺負你 你要大聲說出來 讓老師幫你主持公道 沒證沒句就說欺負人? 我之前有幫你們補過課 我有見過你欺負其他同學 同學,人家幫你,你也要自己幫自己 要不然就永遠坐在地上哭 一輩子被人欺負 知道嗎? 跟老師說剛剛發生什麼事 勇敢點 他想穿我的薯片 我不肯,他就推我下地了 你不要誤會就誤會我 我有手有條話 我們有CCTV的 看一看就知道誰說謊話誰說謊話 Missy是不會胡亂誣誣人的,好嗎? 你們看到了 裡面拍得很清楚 是你推下了這位同學 然後搶了他的薯片 對不起,只是想玩玩而已 玩嗎?這叫欺凌嗎? 這些被欺凌的陰影有可能會怕人一輩子 他究竟做錯什麼,要令你這麼討厭他 有得他一輩子怕了 又為了你以後都很怕薯片 哪有這麼嚴重啊? 你還不知錯嗎? 你替我罰抄,我以後不敢再欺負同學一百次 冤貴,我帶你去廁所洗個臉 那裡有學校嗎? 你也補責四天罰什麼抄? 剛才Candy的樣子很兇 像她曾經被人欺凌過一樣 現在要罵爆死弱者嘛 你們大學就認識Candy 如果她被人欺凌過,你們一定知道 那可能是小學至中學的事 Candy發生氣得這麼可愛 怎會有人想欺凌她? 你好 Candy 我終於等到你了 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明明在電話留言給你 說不租你的甜品店 我知道,我不是為了這件事上來的 那是為什麼? 我看到我打給你,寄信給你,你也不回覆 我怕你收不到,就親自上來找你 我收到了,不過我沒空而已 不要緊,接下來中學同學聚會 臨肉、尿布、瀨皮都來了 你也一起去找 我真的沒空? 要是你給我一個日子 大家知道我見到你,都很想見到你 不用了 要的 不用了 就當罪咎吧,大家這麼久沒見 對不起,那集社接下來會有很多活動 都是Candy負責的 或者她忙完之後再找你? 那好吧 那你忙完,記得打給我吧 你現在看的是TVV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V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 跟規德 打開 穗珍 冰